第1399集 几人文言 面色当即大变起来 若叶臣所说的是真的 这件事抖出去 他们可以说是完了 白山面显猙獰之色 对着叶臣含声道 小子 你说什么 留下这些圣食 自己滚 我还可以网开一面 让你入境 否则的话 可就不仅仅是把你赶出南狱 那么简单了 这散售场外的温度 瞬间降到了冰点以下 白山眼中杀意狂闪 原本的伪装 终于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爆喝一声道 动手 当即 几人浑震在起 死死的锁定了叶臣 虽然叶臣识破了他们的手段 又似乎有什么方法 破解了他们的攻击 但是白山还是不愿意相信 区区一名造化镜 能够克制让他们信任无比的浑震 浑震发动 一阵诡异的波动泛起 朝着叶臣当头压下 叶臣面带冷笑 他虽然可以破解这浑震攻击 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做 就这么静静的看着白山等人 一阵无形波动扩散开来 几人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 他们知道 那是神魂攻击命中目标之后造成的 原本白山还有一些担心 以为叶臣会在最后施展什么手段 抵挡攻击 现在也终于安心了下来 他凝视着叶臣 只见叶臣看起来竟还是那么淡然的站着 白山冷笑道 小子 死到临头了 你还要强撑还要装 你现在尸海之中 一定已经开始崩溃 神魂残破不堪 痛苦无比了吧 这便是神魂攻击的强大 你永远掌控不了的力量 再过几秒 你的蹊跷便会疯狂涌出鲜血 甚至神魂直接泯灭了 不知道 等我说完话的时候 你还能不能这么淡定 也就在这时 原本只是淡漠地站着的叶臣动了 而且速度极快 刹那间 只见叶臣周身雷光一闪 包括白山在内的所有人的眼中 都失去了叶臣的身影 众人还来不及惊讶 一声惨叫便已经响彻空气 那名对叶臣出手的舞者 狂叫着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甚至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一阵剧痛传来 便栽倒在地了 而其他几人则是瞳孔一缩 面色狂变 惊悚到神魂都开始站立了 下一刻 白山等人身后 便响起了一道淡漠的男子声音 院长给我的身法还真不错 几人文言 简直像是听到凶兽怒吼一般 疯狂转身 只见叶臣倒背着双手 微笑着站在他们的身后 正微笑看着他们 触及叶臣的目光 几人都是不禁打了个哆嗦 叶臣的目光很冷 竟让他们觉得 比那地狱的魔鬼还可怕 此时就连白山 都感受到了一丝恐惧 他们刚才的神念攻击 分明已经击中叶臣了呀 怎么会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几人的心瞬间下沉 魂阵攻击 不仅是几人用来挣钱的手段 也是几人最强的攻击手段了 现在却无法伤到叶臣 何止是无法伤到 简直一点点影响都没有啊 这岂不是说 叶臣的神魂 比封门舞者更强悍 神魂强大也就算了 毕竟神魂强大 实力不一定强大 可是叶臣呢 神魂超乎想象的强大 还拥有远远超越境界的实力 这还是人吗 简直是真正的怪物啊 几人面对叶臣连连退步 他们是真真切切的畏惧退缩了呀 最终还是白山 最先冷静下来 对着其他几人抱贺一声道 混账 别自己先乱了阵脚 这区区一个造化镜 就算有些不寻常 又怎么会是我们的对手 别被他的虚张声势给欺骗了 给我上 夺走他的一切 说吧 白山大吼一声 背后浮现出一尊 手持大斧的 金甲战神虚影 那虚影双目一睁 闪过一道红光 接着便融入了白山体内 下一刻 白山周身气势大增 一番手 同样握住了一柄大斧 跑得叶臣狠狠地一斧斩去 一斧出 风云变色 灵兽司明 奔逃 周围的山地 都在这一斧的威势之下 开始坍塌 而其他两名舞者对视一眼 也是身形狂闪 封锁住了叶臣的退路 手持长剑 对着叶臣徽剑 斩出一道惊天剑芒 这几人的联手 确实堪称完美 不过 即使是面对 这近乎完美的联手一击 叶臣的神色 至始至终都没有一分动摇 只见他手一动 兽朽剑落入手中 双眸之中 乌芒紫芒交替闪烁 下一刻 又是周身电芒暴闪 雷鸣突现 整个人又一次凭空消失 此时的叶臣仿佛真的化身雷光一般 在那剑芒辅光之中急速闪动 穿梭着 他的速度竟然恐怖的比这能量攻击更快 一时间 剑芒辅光虽然通过气息锁定 不断追逐着叶臣 但是却怎么也无法触碰到叶臣的身体 几夕后 白山等人彻底傻眼了 他们作为守门人也算是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对手了 可是什么时候见过能通过速度甩开攻击的存在呢 更加让他们震撼的是 这小子还只是一名造化舞者呀 几个呼吸之后 轰隆一声巨响传来 沉烟满天 原地被轰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而坑洞之中空空如也 那并不是攻击命中了叶臣 而是在叶臣的控制之下 三道追逐着自己的攻击竟是互相撞在了一起 一道身影从烟尘之中缓缓走出 叶臣面带淡淡微笑 对于这风雷一闪的成果 叶臣还是极为满意的 即使还没有真正炼成 但他已经能够凭借速度甩开半部封门舞者的攻击了 全力施展之下 一般的半部封门舞者 甚至无法捕捉到他的身影 随着叶臣走出烟尘 白山等人简直就感觉自己像是 坠落到了无底深渊一般 绝望到不能再绝望了 他们三人联手都打不中的敌人 不论是谁面对之都会感到绝望 叶臣目光从几人面旁上划过 冷笑道 棋卫还真是看得起我呀 联手施展必杀一击 那么若是我不给你们回礼的话 难遇之人岂不是要嘲笑我不懂礼数了 并且就算躲在暗处的强者知道缘由 应该也无话可说吧 说吧 他手中的乌黑长剑猛的一动 无形之中 白山等人直觉得 一股惊天震怂的绝强杀意 瞬间将几人彻底笼罩 仿佛坠入了无边血海之中一般 剑光乍闪 我斜着血雨而来 神魔之音若隐若现 天地灵力 急速涌动 世间万物仿佛都在这一剑之下迎来了灭亡于心声 轰隆一声巨响 一道剑光 同时浮现在白山三人胸前 他们的护身法器灵光爆闪 却在顷刻间化作点点荧光消散 身形倒飞而去 狠狠砸在山壁之上 除了白山 另外几人彻底死绝 白山模糊的视野中 隐约浮现渐渐走来的夜沉的身影 不由地提起身体里面残存的力量 哀求道 不要杀我 是我有眼无珠 冒犯了阁下 只要您不杀我 我已道心起誓 绝不会泄露您的任何消息 现在白山已经将夜沉 当作某个隐藏修为的超级强者了 这样才能解释之前发生的一切 他不关心夜沉来南狱有什么目的 他想的只有活下去 夜沉看着白山冷笑道 道心 对于你 道心之事恐怕并不足够吧 白山文言呼吸一致 惊恐到了极点 就在他还想开口说些什么之时 夜沉突然拿出了一副卷轴 在他面前打开 夜沉对白山淡淡道 这是极为高等的灵气 若你还想活命 便在上面留下你的神魂印记 然后立刻安排我进城 是是是 白山文言大喜 他知道 夜沉这么说 一时间便不会要了他的性命了 他甚至没有仔细看契约的内容 便将神魂烙印齐上 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拒绝的权利 夜沉点点头道 好了 起约的内容也很简单 就像你说的 不得提起任何关于我的事 若是有人走漏了我的消息 死的不仅是他们 还有你 这灵气是葛青为他准备的 为的便是这种情况 白山文言心中一领 点头如捣钻 生怕夜沉一个不高兴 反悔将其灭杀了 他当即取出一块令牌 也不管身上的伤势 枪行提起一丝灵力 注入令牌之中 接着抬起头 勉强对夜沉笑道 夜大侠 现在您已经可以离开这里了 放心 我按正规流程处理的 没有任何问题 夜沉点点头转身离去 手一挥 将桌上的圣食收入囊中 他可没有和白山等人客气的意思 若是自己输了白山几人 他们会可怜自己 把钱还给自己的吗 同时夜沉口中淡淡道 最后 别让我知道 你再对入境之人 做这种事 临走之时 夜沉扫了一眼 站在远处的乌芒 其他的几匹灵兽 在刚才的战斗中 都惊恐地逃跑了 只有这头乌芒 还留在原地 此时 那双充满灵性的眼眸 正一闪一闪地 看着自己 夜沉微笑道 怎么 你也想和我一起上路吗 我会想和我一起上路